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 豬仔 今天第二條影片推介 有個錶迷說1點多過來 看他等到搭3都未見他 豬仔不等他了 先拍片 這一隻是寶劉華 寶劉華的Open Heart 昨天介紹了一隻很受歡迎的 Lumi Pilot Luna Pilot 寶劉華的手錶 這個月球錶是石英錶 有些錶迷說有沒有機械錶 想製作寶劉華的機械錶 豬仔有否可以推介一下 因為寶劉華的外面都很貴 豬仔手上的定價都達到400多歐 香港我不太見 外國的網站達到400多歐 即是3,700多 未算運費 不過加起來可能要4,000元 我想玩一隻便宜的寶劉華 有什麼推介一下 有什麼超訊價 這隻就是音叉錶 音叉錶 的Mechanic Watch 你看到它有兩隻顏色配搭 先拿起其中一隻 皮帶款 銀白色的放射性紋錶盤 配搭了這個 菠蘿釘的壓紋代錶 在正中間部分 然後就有一個open heart的位置 在六七點位置 時分針帶有夜光 黑度就沒有做夜光 寶努華這個品牌 我相信大家都會認得它的音叉 logo 它最出名就是音叉符號 它錶觀和錶面都做了音叉符號 這個錶就做了十個八個防水 以及做了羅馬字的一個配搭 你看到它 十二三六九不是羅馬字 其餘部分 一二四五七八十十一 都是做了羅馬字的字釘 做了羅馬字的特字字釘 有個寶劉華的音叉 logo 以及配搭了藍寶石的玻璃錶面 你看到它的裙子都做得很漂亮 它的藍寶石玻璃錶面做了藍藍色的裙子 然後圓玻璃邊的位置做了不鏽鋼光深的錶圈 錶腳做了拉絲不鏽鋼 一行curve位縮了進去 然後延伸到旁邊的部分 做了打直的拉絲花紋 變成了整個錶很有層次感 在錶殼上面 雖然簡單的設計 做了一些細節的位置 令到錶不簡單 好了 錶觀上也做了一個音叉的 logo 這些細節位很多時候在Celison 她的mother company或者在精工裏面都比較少 例如這裡做了一個特製的浮雕 logo 這些都比較少 尤其是在精工的入門級裏面 例如做這些curve位 拉絲間拋光 套進去一行 再選拉絲也比較少 好了 皮帶方面 所 genes 禮蔓這是靈性的白配蠻色 藍色的是黑度 藍色的指針 做了液蓋標盤 全自動機械機芯 你看到儀宿很喜歡寫在標面 60時間自動機czy��21石 隔天都有隊友的話 他之前留言區留意 demokrat rules performance あり心展開 würde 老闆於快數次不行 錶帶方面用了一條真皮的錶帶 皮帶可以的 正常發揮 藍色的布魯華原裝皮帶沒有快刷扣 另外做了兩個皮圈祭環和一個蝴蝶接扣 上面有一個摺疊式的錶扣 有這個口橋做了布魯華的Logo 這個位置做了接扣 雖然錶不是很貴 但也做足了 老實說 錶是向上專動 上發條的 這個機身可以手上鏈 夜光方面一齊看看 夜光方面是怎樣 夜光時分針都帶有夜光 黑度就沒有做夜光 我發覺寶魯華除了潛水款之外 它的夜光也是普普通通的 但是它的Dial 甚至是CP值 都頗美 鶴形都做得頗美 不手鋼的鋼也做得頗美 好 這個就是寶魯華 另外就是同一款 但第二種顏色 這個也是製造了銀白色的放射聲紋錶盤 製造了一個菠蘿釘的錶面 12點位置有音叉logo和寶魯華的招牌 製造了一個內影邊框 黑度的 同樣都是 錶板上也有寶魯華的Logo 錶帶方面製造了一條實深的不手鋼錶帶 這製造了鋼帶 黑色的 其實提先的很深的藍色 這個很深藍色的黑度 跟著那些音叉logo 調釘的黑度 這製造了黑色的黑度 撞了鋼帶 製造了藍寶石 玻璃錶面 這製造了一條實深的錶板 錶購位置 錶購做了接接式的錶購 上面製造了寶魯華的對接的Logo 製造了口橋 我們先看看錶底 剛才還沒看過錶底 我們先看看錶底 錶底製造了一個透視的底蓋 寫著這個 我先撞了一塊膠線 做了一個WATOP RESID 10.100M的防水 寫著Sephy 藍寶石 玻璃錶面 也寫著Stainless Steel 不鏽鋼 你看到這個鋼也做了一個透視的底蓋 你看到它也做了一些橫紋的打磨 還有你看到它寫著21石 Milta基深 Milta基深很多時候 底蓋都比Cealo好 Cealo真的沒什麼打磨 雖然大家都是入門級 但這個就會有些打磨 還有鋼也做了通洞 鋼的圍邊做了噴沙 這是60小時動作儲能的機深 你看到一條快慢的位置 還有看到玻璃上面 也做了寶劉華的陰叉 logo 好了 整隻錶 如果你還未擁有過一隻寶劉華 這隻簡簡單單的設計 都不錯的選擇 還有這隻錶很有質感 降控帶和皮帶 分別搏一下重量給大家看 重量是181g 至於皮帶方面 皮帶方面是193g 兩隻有一個開放 豬仔 量度一下大尺寶劉華 它是大尺寶劉華 大尺寶劉華 始終是外國的客戶 近年由於星神 將這個品牌拼購了 所以 很多時候 現在會發展亞洲市場 標徑是41.8mm的標徑 厚度方面是12.6mm的厚度 而Luck to Luck 是47mm Luck是比較短 雖然是42mm的標徑 我試試帶鋼帶給大家看 帶上豬仔14.8cm 寶劉華的感覺 比別人的感覺 始終是高級一點 比起星神 甚至乎 比起精工 感覺上 戴上他的手感 甚至乎 錶腳質感 如果大家都是入門級 寶劉華 我反而覺得做得好些 尤其是錶盤 做起伏 凹凸 這是兩套字面 因為內影起了一級 和中間的字面是兩層 還有Open Heart的位置 都做得很仔細 好了 豬仔推介 講到這裏 這隻寶劉華 如果你講到這裏 之前一直都買不到 豬仔寶劉華的 Open Heart的 Mechanic Watch 真的可以留意一下這隻 因為今天我各有一隻 下星期會各有三隻 下星期一、二左右 下星期三隻 不,應該下星期未到 十多日 十七號 那星期左右 好了 豬仔推介 這隻寶劉華 不論是皮帶和鋼帶 折載就是 1828 1828 1828 喜歡這隻 標的標謎 可以WhatsApp給豬仔 打給豬仔 告訴我你喜歡哪隻顏色 想在佐敦怎麼拿 還是賴之哥怎麼拿 一隻 希望你喜歡豬仔這個推介 六十個小時動力儲能 很多時候他們自動機械 Celizen 跟這個精工油門級 都是四十一小時儲能 這個去到六十小時動力儲能 如果你都喜歡這隻標的 你想買到順價的 有完裝盒、吊牌 收據做一連補給大家 心動的你馬上行動 寶劉華的Open Heart 這隻藍寶石玻璃標面 六十小時動力儲能的自動機械 希望你喜歡 心動的你盡快找我 在標題封面有豬仔WhatsApp電話 我們下集見 拜拜 記得我是你的豬仔